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南瓜来分享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南瓜汤的做法 这道菜选择稍微老一点的南瓜来制作 准备适量的南瓜把它去皮洗净后直接切成大薄片 切好后直接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胡萝卜增加丰富的口感和营养 把胡萝卜去皮洗净后切成均匀的薄片 切好的胡萝卜片把它均匀的铺在南瓜片上 接下来把它放入到蒸锅中大火蒸至10分钟 准备适量的大虾洗净后先去掉虾头 再把大虾的虾壳全部去除干净 虾头不用浪费洗净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包好的虾仁从背部给它划开 稍微划得深一点这样便于成熟入味 改刀好的虾仁把它放入到清水中充分的清洗干净 把虾肠尽量抽干净以免影响口感 洗净的虾肉先装入盘中备用 将来在里面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再加入少许的白糖提鲜 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然后把虾仁充分的抓拌均匀略微腌制 把南瓜和胡萝卜要蒸制到非常绵软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它取出来放入到料理机中把它捣碎 如果没有料理机也可以把南瓜和胡萝卜放入到蜜肉中 然后再把它捣成较细腻一点的南瓜绒 把南瓜和胡萝卜要捣成这种非常细腻 而且没有颗粒的状态 这样做出来的口感才会更加的爽滑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油不需要太多 油热后先放入几粒的生姜片能够增鲜去腥 然后再把虾头放入到锅中小火慢慢煸炒 把虾头在锅中煸炒出浓郁的虾油状态 炒出金黄的虾油后再把腌制好的虾仁添加到里面 用中小火把大虾在锅中慢慢煎香 虾仁在锅中炒制的时间不用太长以免口感变老 把虾肉在锅中煎制到表皮红润卷曲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煎好的虾仁盛出来装碗中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不需要太多 大约是一碗的清水就可以了 把汤汁烧开后把里面的虾头和杂质全部捞出来 接下来再把做好的南瓜泥添加到里面 这个时候改为中小火慢慢烧制 这个过程中要不停地搅动以免粘锅 把它在锅中搅制到非常顺滑细腻的状态 这个时候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盐不需要太多 加入一勺的鸡精 调味后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把南瓜汤烧制到非常顺滑细腻的状态 稠细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 做好的南瓜汤盛入到碗中 再把煎好的虾仁也添加到里面 这样一道营养丰富爽滑又开胃的虾仁南瓜汤 我们就做好了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